清晨五点抬61线 也就是西兵快速道路 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地点是在南下188公里 也就是彰化的方院汉堡路段 先是一辆大货车 因为故障停了下来 后方的油罐车追撞了上去 可以看到油罐车在猛烈的撞击力下 车头跟草车甚至分离了 还好驾驶只受到轻伤 不过这起事故也造成了交通严重的回堵 整个车道都塞住了 警方前往生产处理的时候 也要引导后面的车流 不要继续塞在这里 要引导车流从汉堡交流道下去 警车就在当地警戒 没想到后方 一辆休旅车竟然追撞上来 猛烈的撞击力道 把休旅车跟警车撞的都严重毁损 驾驶说他渡辜了 一大早接连两起车祸 先是潮车撞上了大货车 紧接着休旅车追撞警车 西边南下整条路线塞住 路况陆续排除当中 好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 国内卫大师